我们现在是第五周电脑图学课上课 那我们今天要第六周电脑图学课上课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第八周 可能会有个其中考考试 我们要做其中考考什么呢 有100分每一题10分 贴图10分 打光10分 阶层性转动呢我们先不考 然后呢旋转移动 放大缩小30分 合起来50分 矩阵推进去跟拉出来各20分 合起来20分 所以已经有70分 点线面色彩色彩10分 点线面的点10分 那构成线面的begin and 10分 合起来我们这次的启动考考试总共100分 那我们考试题目有哪些呢 我把这个考试题目呢 直接在影片里头就直接做说明 我把视频放很大 让大家看得比较有印象一下 我们就依照我们上课教的内容 我把程式码的缩牌照它写出来 首先一开始我们用很大的字型 36号字型 第一我们有教大家 GL begin 开始下画图 记得括号写 POLYGON 括号里头 你可以写其他的参数没关系 但是一律 用真的有写过的参数 比如说Lines加负数 Points负数 Triangles Quats 随便你 那我建议用Polygon 因为Polygon不用写S 比较不会写错 不然写错会扣5分 在写的时候后面要加注解 加它的意思叫开始画图 开始画顶点 这是第一个部分 好 开始要开始画顶点 然后接下来 Begin后面就配一个End 这两个合起来是10分 这边就加10分的 第二个我们要写的是GL Color 点线面色彩颜色 记得 我们的参数 前面要写小写GL 如果你中间写个空格就错了 不能写空格 大小写错了 就是不行 一定要记得大小写到正确 3的F加个空格也是错 我们的写法就是程式码可以compile 彩叫对的 然后后面写RGB三个色彩 你要写数值下去也没关系 总之就是RGB这叫做色彩 彩色的色彩没关系 这叫色彩 好完成之后 我们已经完成20分了 第三个30分 GLVertice 启动考试 3F 3F叫三个伏点数 哪三个伏点数呢 就S座标 Y座标 Z座标 三个伏点数 这叫顶点 然后呢 你会说老师 我顶点要写很多个 没关系 你写一个可以简化 你写一个代表很多个 这个可以接受 没关系 然后我们是用打字 考试的时候 全部用目桌考试的 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 这是第二周的点线面颜色 接下来有移动啊 有旋转 有缩棒啊 所以就在上面开始写 旋转一段缩棒 移动 GL Translate F 记得 小写 GL 后面F没有3 很多人会写3 通常现在会来上课都不会写错 下面来上课都不会写错 就S座标 Y座标 EZ座标 这叫移动 电脑图学课几个基础操作 第二个叫旋转 Rotate Rotate比较多人会写错 我这里可以接受写中文 这叫角度 然后SYZ 我解释一下 如果你这边写的不是角度 你用英文字母写angle 也没关系 都是对的 然后我说用中文是因为我怕同学 那个英文看不是很懂 没关系 这叫旋转 还有四个参数 那老师为什么要考其中考竟然要考参数呢 因为通常你只要写过作业的 参数应该写久 你就突然间有熟悉 其实很容易记忆 这叫实作中学习 可是我可以借由其中考试的考题 可以猜出有谁没有写过其中考作业 没有写过作业 作业别人写的 那他就考不出来 因为他不熟悉这几个语法 第三个放大缩小 英文ScaleF 符点数S座标Y 座标D座标的倍率 只要缩放 可以写小也可以放大 我们把缩放写出来 现在我们有几分的呢 从上往下数 我们已经应该已经有60分了 第一个10分20分30分 Begin End 40分50分60分 接下来有一个20分很容易拿到 如果你有写回家作业的话 这礼拜回家作业如果你有写就拿到了 他叫Begin跟End GL Begin 10分 跟着GL Push Match 推进矩阵 这叫备份 Push备份矩阵 记得我们考试的时候要记得加中文的注解哦 中文注解占5分 那个我这个跳完跳得好丑哦 应该要跟他空格好了 这样比较漂亮 然后GL End Begin End 那这边再加两个空格 两个空格 你考试的时候不用写空格没关系 你不用写空格 你只要写这些就好 说白这空格只会层次比较不会有bug GL 那个Pop Matrix 这个叫做Pop 备份起来 资料结构交过Pop Matrix 矩阵 还原矩阵 把矩阵呢再拿回来用 还原矩阵 现在我们已经有80分了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考试有80分 稳稳拿到 那么还有什么没拿到呢 打光跟贴图没拿到 打光要用到一个指令 在里面 Begin End 里头还有一个打光 是谁呢 我认识马上一个放左边 一个放右边这样 不要容易做事情 一个叫做打光 打光要需要法相量 所以这里头写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叫GL 不是写这边写错了 要写在Begin End 里头 在Begin End 里面这样写 GL Normal 3F N S N Y N Z 今天要教他什么意思 这个中国名字叫法相量 这个还没教今天会教 还有一个呢 也是还没教 然后但是呢会考试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呢 那个没关系 T S T Y 那你就还有90分 这叫贴图坐标 我写错了 我重写是 T S C O R O R D 这叫做N T S T Y 这叫做N T S T Y 如果你硬是记记不胜 我教你口诀 怎么样理解它是怎么意思 贴图坐标 好 那我现在开始讲解意思 要讲解意思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教材来弄 我们上课有教材 教材这些全部都拿去用了 教材在哪里呢 我们看我们三个讲义 J S Y E H 点ORG 写线3D C G E 0 点开来 我们程式一个一个解释哦 在我们教材里头 我们必须下载 一个执行档 在这里头 有DATA档 有执行档 还有最下面的DL档案 那么DL档案下载储存 然后呢 我们也把DATA 也下载做储存 那我通常给它 储存在桌面上 方便大家等一下做解压说 WIN32也下载储存 然后最后DATA 也给它下载做储存 老师电脑现在有点慢 所以它下载的有点慢 要再等它一下 好 等一下它就会出来了 出来的有点慢 好 不管它 回合过程来 我开始足以解释 这个的架构 其实如果你考试考完 保证你期末作品 绝对写得出来 我们没有期末考试 只有期末作品 只有期末作品跟作业 在我们的期中考试的时候呢 的重点在 PUSH POP保护起来 它可以有矩阵 矩阵是什么矩阵呢 我们的移动旋转放大缩小 都会改到矩阵 所以这三个要在这个 上括号下括号 这两个备份起来 叫备份矩阵 里头旋转不会影响到外面 里头不影响到外面 做完移动旋转放大缩小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画我们的模型 开始画模型就Begin End 模型里头 我们就记得教大家口诀 就五个五个去记它 怎么记呢 外面一二三加矩阵 四五五个拿到分数了 这就五个拿分数 五个 那里面也是五个 Begin之后加上 我们教过顶点加颜色 再加两个还没教的 一个叫打光的法相量 一个叫贴图的贴图坐标 那我把现在的这个程式呢 开给大家看 那大家会特别有感觉 现在你所看到的程式里头 有Windows的这个资料夹 我们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到桌面上 叫Windows桌面上 解压缩好 第二件事情 我们在桌面上 既然有那个Windows资料夹 那么我们就把Windows资料夹 那我们就把 刚刚的Data.zip档点开来 把Data拉到刚刚的资料夹里头 所以现在里头有3D模型 也有Data Data里头就是模型档 以后里头放的 就是你们自己上课教的模型档 自己做的Maiya模型档 第三第二档案也拉进来 我们的教材里头 跟大家讲我们只考什么呢 有50分在这里头 哪50分呢 移动旋转放大缩小 外面加PushPup 合起来50分 第二个 第二个办理 我们的Shape里头 在上课的时候呢 有Begin and 10分 加上色彩跟顶点 合起来30分 有两个没有教 A叫打光 打光叫做Light Light里头我们考什么呢 我们考是法相量 法相这里的没有给它写出来 我看能不能看一下 LightMask18Light 这里没有讲打光在哪里 我等一下把头一边开起来 今天会教 最后一个是贴图 贴图里头我们考最重要的程式码 这一行 Begin and 里头 色彩也考过了 Begin and 里头 有个贴图 贴图坐标 这个是最容易出错的 因为我启动考前没有教贴图 所以这个贴图很多同学都会写错 我们考试的最后结论 就是借由课本教材里面讲的所有我们只看最精华的程式码 最精华程式码里头就是移动旋软方向缩小加Begin and 50分 加Push Pop 50分 然后Begin and 10分之外呢 颜色顶点各10分合起来20分 最后法相量是打光用的 贴图坐标是贴图用的 那我们所有图学课会用到的最关键的程式码你就会了 而这些程式码是用最多的 其他只用一次两次三次程式码我们通过考 我们考程式码大概是写一个动画或写一个游戏手 大概会用超过50次100次的 我们拿出来教 好我们关广播给同学们练习一下